一打開門 垃圾丟得滿地都是 整堆的衣服就丟在沙發上 而原本玩好的沙發 也被麥克比亂塗毀壞 沒吃完的食物就丟在桌上 就連電風扇都被折斷 這個房間髒亂不堪 屋主看到這一幕 真的是超傻眼 我很喜歡去抓那個娃娃 可是卻沒有錢來繳 繳房租跟水電跟管理費 房東剛粉刷好的牆壁 整個被塗叮叮的坑坑巴巴 一根跟鐵釘 都是掛娃娃所遺留下的 痕跡 房東好納悶 有錢可以掛買娃娃 怎麼會沒錢繳房租 原來承租這間房子的是 一對夫妻 還帶了三個小孩 一個國衣 一個國小 一個幼稚園 房租每個月一萬二 但房東只收過一次 就再也沒收過了 管理員大姐說 他們在這一帶已經是灌犯 之前已經在其他 羅門地區已經是 不是第一次這樣子 就是租人家的房子 然後都沒付租金 然後讓我跑之後 就留下大量的垃圾 房東打給租客陳小姐 對方不接就是不接 打開之前的對話記錄 陳小姐一直要求房東 再給他一些時間 還信誓旦旦地說 一定會繳房租 結果全都是空投支票 其實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將租約公正就可以避免 這種問題發生 公正就是說 但關於這個租約期滿的話 他可以禁受強制執行 好好的一間房子 卻被這樣亂搞破壞 房東一再的寬容 換來的卻是這種對待 任誰都沒辦法接受 記者林醫生 黃玉涵宜蘭報導 zyć 謝謝 謝謝